而这次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 中国祭出了一连串的制裁 随即在3号又公布8月4号到7号 要在台湾周边6个海域实施长达3天的实弹演习 对此阳明海运董事长郑珍茂表示 商船进出会正常运作影响并不大 而近阶段全球的货柜航运 受到中国防疫风控的变数影响 对于海运的景气 郑珍茂表示下半年将会审慎乐观看待 因为我们这个船舶没有像飞机一样有固定的航线 所以我们只要避开这些演习的区域就好 所以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自抵台后 对岸祭出一连串制裁行动 在佩洛西离台随即又发布8月4号中午到7号 要在台湾周边6个海域实施军演 也被外界视为海空封锁台湾 对此阳明海运动作 蒸蒸茂看待围绕式军演 表示商船进出还是会正常运作 我们初判就是说 它的航线就是 如果从北方下来的 到高雄港 当然就不会有影响 它可以沿着岸边这样子 但是如果从南上来的 比方说新加坡和香港 它可能就要稍微绕路 虽然台湾港务公司称军演并未对港口造成影响 但若以台湾为目的地的班机 衍生成本会更大 而现阶段全球航运面临 燃料与粮食价格飙涨 推高通膨成长 大陆持续防疫清零影响供应链 导致SCFI运价指数已连7周下跌 在仓位供给多于市场需求下 正真冒透露 进入第三季旺季货量运价虽然罕见的没有起扬 但仍不用悲观 现在看起来下半年还是一个传统的旺季 所以我们还是一个比较审慎乐观的态度来看 货柜行业业者在8月透过减半约13%来维护运价 航商也开征燃油附加费 以至两者效益相加后 2022第三季货柜运价仍渴望维持高档 记者续杰熊如喜台北采访报导